12岁男孩见除草机发动过他 一气之下竟将他扔出几公里开外 随后为了更加确信自身异能 只见他缓缓将手伸进高速转动那风扇转 没想到时速120码的铁风扇 竟被男生活生生给逼停了下来 更意想不到的是 男孩的那鲜嫩的手掌 一丝鲜血都未曾滴下 这一幕男孩他自己都感到无比震惊 难道自己就是那个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或者是一个危害人间的超级反派 他与父母生活在一片祥和的小镇上 实际上他们只是男孩的养父母 12年前一场剧烈的天外物体坠落 打断了屋内正准备生孩子的两人 朝着森林深处进发 在那里两人从逃生舱中 发现了这个嗷嗷待哺的男婴 一直未能怀孕的女人 将她视为上帝赐予她的礼物 从此以后就是男婴为己出 并给她取名为布兰登 而布兰登在养父母的细心照料下 茁壮成长 拥有着和寻常人类小孩一样的童年经历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即使小男孩从来都不会流血 父母对于布兰登的爱也愈发深刻 未曾对她吐露过一句关于她绅士的秘密 并将那个逃生舱藏匿在自家仓库底下 在布兰登仅仅是十岁大小时 就展现出超乎同龄人的智慧和内敛 这样的优秀表现 让前排的女同学对她青睐有加 自觉地维护被坏同学嘲笑的布兰登 没想到女同学随意安慰人的一句话 正好成为日后布兰登的助脚 一切都如往常一样 母亲将儿子哄上床睡觉后 自己一个人在楼下作画 可这是空气的仓库里 透着缝隙发出血色的光线 一阵如恶魔般的低语 从仓库传进了小布兰登的耳边 随即整个人产生了剧烈的抽搐 不出一会儿就停了下来 她眼带红光 静直地走到窗边就跳了下去 屋外的声响 引起了母亲的注意 她探出去仔细查看 原来只是秋千的摆动声罢了 常见的恐怖片技巧 此刻应该给予一个大动静 注意到不对劲的母亲 下意识呼唤着儿子的名字 然后走到了后舱深处 看到了让她大吃一惊的场景 只见小布兰登疯狂地 拽动地下室封锁的门 直到母亲叫醒了她 小布兰登才终于平静下来 丝毫没有察觉到 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 仿佛那疯狂的举动 只是梦游的表现 也没有过多的在意 可事情的发展 从此之后就陡然下坠 第二天中午 布兰登在院子里 正努力启动不听话的除草机 于是就发生了 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对自己觉醒后的力量 心智尚未发展成熟的布兰登 显得尤为骄傲自大 在当晚自己的生日聚会上 看见叔叔给布兰登 送去了一把猎枪 父亲当场连声制止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 可被夺走生日礼物的布兰登 顿时性情大变 朝着父亲恶语相向 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礼物 好在母亲的劝告下 布兰登才肯善罢甘休 夫妻俩对此也表达了 各自的不理解 再加上翻到儿子床下的小黄叔 只能将这一现状 视为儿子青春期到了吧 于是准备一家人 来一场久违的野外露营 促进一下家庭之间的友好关系 再向青春萌动的小男生 传授一下正常的生理知识 可当天晚上 趁着父母睡觉的时候 偷偷潜入了女同学的家中 内心的欲望引发了 他一样的行为 不停开关女孩的电脑 空荡的房间里 哪怕响起的是 猫王抒情的歌声 也显得那么诡异圣人 直到在窗边隐约 撇到布兰登的身影 女孩的大叫 引来了隔壁的母亲 可就如所有恐怖片一样 大人的到来 即宣布着动静的结束 母亲什么也没看到 但自此以后 女同学不再把她 当作学霸一样崇拜 反而对她充满了恐惧 在体育课上 老师带着大家玩游戏时 女同学刻意躲开了布兰登 致使她摔倒在地上 在老师的要求下 让她拉布兰登起来 可恐慌的女同学 大骂对方是变态 周围的同学也纷纷嘲笑她 可老师以成绩为要挟 女同学不得不伸手 去拉布兰登 结果可想而知 女孩的小手 直接被评为实际骨折 其母叫上镇上的警察 大闹校长办公室 当着布兰登双亲的面 大骂她是一个怪胎 一个近亲结合下来的怪物 明面嘲讽 小布兰登是没爹没娘的孩子 母亲极力维护自己的儿子 选择相信她 可小布兰登 却记恨下了这个老巫婆 当天调破大雨之夜 男孩再次被召唤 根据地下室东西的指引 徒手掰断了上面的枷锁 随即开始一遍遍 重复听不懂的外星语言 听到动静的母亲闻讯赶来 这一次比上一次还炸裂 只见儿子腾空飘了起来 等靠近时 音声坠地 还被逃生舱上的金属给割伤了 这是12年来 男孩第一次受伤 看到儿子已经发现了 隐藏多年的秘密 母亲也不好再做隐瞒 说出了她是外星人的真相 面对突如其来的身份转变 布兰登进入了歇斯底里的打杂状态 独自一人逃出家门 在雨夜中 她反反复复念叨着那句 一直萦绕在耳边的低语 这次她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那么统治世界的第一步 就是先找那个老巫婆报仇 趁着所有人下班之际 老巫婆独自一人在餐厅内收拾 可以转身 所有玻璃都被画满了 专属于布兰登的符号 刚开始服务员还以为是恶作剧 可直到灯光闪烁 剧烈的灯管炸裂 让她意识到是有蹊跷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事 玻璃碎片正好扎进了她的瞳孔之中 即使忍藤拔了出来 也只能用右眼看路了 布兰登像恶作剧一样 十分享受玩弄猎物的过程 瞬息着她散发出来的恐惧 老巫婆像见鬼似的 把自己锁在冷藏室之中 你以为这就没事了 那就大错特错了 暗黑板超人怎么少的了 雷射演这样标配的技能 于是女同学的妈妈 就成为了第一个领盒犯的人 第二天镇上的警长 待人勘探了案发现场 奇怪的是 没人找到女服务员的行踪 连尸体都没有发现 只有满地的废墟和玻璃上 遗留下来的符号 小布兰登第二天 还像没事人一样 乖乖地去上学了 担心儿子得知 自己身份后的心理问题 还嘱托在学校 当辅导员的妹妹 帮忙疏导一下儿子的问题 以及要求她对骨折一事 表现出忏悔的意图 否则无法向司法官交代 可布兰登对于自身的存在 视为一种优越 她非常高兴自己不是凡夫俗子 更对弄伤女同学一事毫无回忆 而女老师见状 只好打算如实交代现状 小布兰登自然不愿自己被告发 毕竟她还想竭力在父母面前 扮演她的乖儿子 她再次动了杀意 不过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 布兰登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 半夜上门请求阿姨 不要说出自己的情况 可她本着老师的职责 断然拒绝了布兰登的请求 转身就打算回床睡觉了 奈何布兰登早已换上战袍 躲在暗处伺机而动 但刚好叔叔回到了家中 还在衣橱中发现了躲藏的布兰登 这可把刚喝了两杯的叔叔酒给吓醒了 顿时大发雷霆 拎着她就往外赶 扬言要把今晚发生的一切都告诉她父母 这可惹怒了发狂的布兰登 一发念力就把叔叔给砸在了车库的门上 见情况不妙 当即开上车就往外逃 布兰登的领域再次展开 如鬼魅一般 时不时出现在汽车周围 扰乱她的心智 车辆更是在此时恰如其分地无法发动 最后在布兰登强大能力的控制下 将车从高处狠狠摔下 着实惊呆了男人的下巴 是真的下巴 得逞后的布兰登 依旧不忘在现场留下了专属自己的标志 就好像蝙蝠侠每次出勤 都会留下蝙蝠标一样 彰显着自己独特的身份 可大半夜还没回家的孩子 着实急坏了打遍亲戚朋友电话的父母 看到儿子光着上半身 上前质问他上哪去也了 得到的答案却是踢足球 还是美式的那种 好家伙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但看到儿子眼神飘忽的样子 这说谎失垂了 还不肯让我们碰到他的脏衣服 小小年纪不光撒谎成性 还有着暴力倾向 这可让夫妻俩好一顿整 但随后两人刚休息不久 就接到了妹妹痛哭流涕的电话 自己的妹夫晚上酒驾翻车了 连医生都惊讶这死状是喝几斤福特加呀 从妹妹的口中还知道了 布兰登昨晚找过他 这种种异常现象表明 妹夫的死很可能就与儿子有关 可当母亲的 难能相信自家孩子 能去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可父亲并不怎么觉得 这么久以来 儿子的极端表现已经足够明显 更何况那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怎么可能喝了两杯就出车祸了 这一着急上午 布兰登也发作了 一发排山倒海 连橱柜都打坏了 可儿子丝毫没有悔意 上楼决定先洗个澡线 震惊之余 父亲想要坐视儿子的罪行 于是来到儿子房间翻找 终于在桌子的夹层中 找到了那件带洗的外套 看到这样的证据 当母亲的嘴上虽然还是相信儿子 但内心还是有所动摇了 就让父亲第二天 带着儿子去树林里打猎 最后再好好走行聊一聊 不过父亲显然另有他想 他已经十分确信这个捡来的孩子 就是毫无人性的恶魔之子 全然没有人类那种怜悯与善良 在一番纠结之下 对准儿子的那把猎枪 终于还是扣下来扳机 可布兰登一身头头铁壁 小小的子弹怎能伤他分毫 他妄想陪伴自己数年的父亲 眼神从诧异到疑惑 再到彻底的愤怒 不顾父亲的苦苦哀求 被愤怒塞满心智的布兰登 对着父亲 正聚精会神地进行X光诊断 只可惜这种操作 一生对一人只可用一次 与此同时 母亲翻到了儿子房间里 那画满邪恶图像的本子 这才完全相信了父亲的说法 传来的只是布兰登那冷冰冰的声音 儿子也将目标转移到了母亲身上 这下想彻底清算 收到惊吓的妈妈 打911叫来两名警察 本以为得救的他 拼命地向警长跑去 可他们那是布兰登的对手 三两下就沦为一滩有一滩的烂泥 这时他想到了地下室中的逃生舱 他可以割伤布兰登 或许这将是最后一击 靠着一番真挚的告白 布兰登扣在了母亲的怀里 可这种温暖很快就变得冷冰冰 他不愿再相信任何一个人了 带着母亲来到万米高空 毫无停下来的动作 活生生摔死了养育自己多年的母亲 还顺道砸坏一架飞机 伪造成一场彻头彻尾的意外 故事的最后 布兰登也将寄宿在福利机构 偷偷在暗中给世界制造着混乱与麻烦